- 张化大村乡一间娃娃机店,3月28日有名45岁灵性骑士,全身包紧紧假装客人上门,却拿着寓藏的破坏剪机铁翘,敲坏机台锁头,接着打开面板盖, 爆走整个硬币箱逃逸,偷窃过程不到一分钟,当时有民众路过募集林南犯案过程,立即通报业者,经业者清查约损失硬币5000元及机台回损费,警方拒报调月路口监视器前往其住家埋伏,趁林南骑机车返家时上前逮捕,警方从骑机车置物箱内找到犯罪工具,铁鞘、杀轮机还有十字骑子等,并于其住处搜出吸食毒品工具,据悉,林南为嗅水箱人,应缺钱买毒品, 骑着妈妈早已报失窃的机车,在河美等地偷香油钱及食物,已在九乡镇犯下多达十起窃案,是地方头痛人物,警讯后依涉嫌连续窃盗、毁损,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。 经报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,于4月1日埋伏,逮捕林衔,原民分局长吴永洁表示, 网网机台经营者因事需求装设不予破坏之所逃或其他防盗设施,更应确保店内监视录影系统正常运转,降低遭窃风险。 警方绝对严正执法,同时奉劝萧小或轻举妄动,民众如若发现可疑人事物,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